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这种情况呢一般上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我们并没有再用自己最舒服放松的声音说话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气息太弱 那其实气息对我们说话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时间用声音工作的人 比如说老师啦 讲师啦 推销员啦 当然还有有时人 新闻主播等等 像两年前509大选的时候 很多的新闻主播就要连着直播6到8个小时 如果没有用对声音 用对气息的话 那么8个小时下来 轻的话可能只是嗓子沙哑 严重的话可能嗓子就废掉了 所以呢 用对气息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声音更好听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舒服自然地去表达 那这里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气息训练放在每一次练声的最开始 当做一个开嗓 在开了嗓之后呢 再进入到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 那首先呢 我们从最基本的呼吸开始 慢吸慢呼 用我们的鼻子深深地去吸一口气 憋住3到5秒的时间 再慢慢地呼出 那一定要用我们的鼻子去吸气 千万不要用嘴巴 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那另外呢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要保持肩膀放松 不要耸肩像这样 尽量让我们的肩膀放松 好 我们来试一次 慢慢地吸一大口气 一 二 三 四 五 呼 好 再一次 慢慢地吸 憋住 一 二 三 四 五 呼 慢慢地呼 好 最后一次 慢慢地吸 憋住 一 二 三 四 五 呼 慢慢地呼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升级咯 我们要在这个呼吸的基础上加一点调 我们在深深地吸一口气之后呢 要用我们最舒服的声音发一个延长的啊 有多长 拉多长 一定要用我们最舒服的声音 千万不要过高 也不要过低 用最舒服的声音 那我们的声音呢 也是由近到远 往外送的 声量呢 逐渐放大 那我们在啊到最后快没气的时候呢 不要就直接断掉 应该是用我们腹部用力 挤出最后一口气 来延长至少最后三秒的时间 因为只有在腹部用力的那一瞬间 你才真正地训练到了你的丹田和气息 丹田训练 那接下来呢 是丹田的练习 丹田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用三只手指 将我们的食指呢 放在我们肚脐眼的位置 在我们第三根手指 也就是无名指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丹田 也就是我们的小肚男 那现在呢 吸一口气 然后丹田用力发声 那最后呢 是换气练习 换气练习最有效的就是数枣 在最开始呢 我们可以先放慢速度 一口气一个枣的去数 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 红的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十个枣 九个枣 八个枣 七个枣 六个枣 五个枣 四个枣 三个枣 两个枣 一个枣 这是条绕口令 一口气说完 才算好 之后呢 我们再慢慢加速 尽量做到一口气数完 全部枣 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 红的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十个枣 九个枣 八个枣 七个枣 六个枣 五个枣 四个枣 三个枣 两个枣 一个枣 这是条绕口令 一口气说完 才算好 那其实我本身呢 也是一个气息非常弱的人 但是大学三年的时间呢 我就是按这一套方式 来训练我的气息 虽然现在也谈不上是宽音大嗓 但至少气息的控制 比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好多了 所以坚持练习一定不会错 那如果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评论或是私信 让我知道 我都会尽量帮大家解答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最后一期 让声音更好听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啦 那我之后呢 还想再出一些 跟说话相关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 哪些说话技巧的话 也欢迎让我知道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